门头沟的南新房社区口 每天24小时的联房联控 已经持续80多天 社区里有三位小朋友 慈禁人关怀四年多 感恩心亲口说 24小时坚守 然后呢就是前几天打雷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不畏惧 也不会害怕 我就是觉得为他们送上这份安息 我也很快乐 安心包 理清 情重 所以我们想考虑大家 群私吃饭的时候 不太方便的时候 或是就给用了五股粉啊 清白口社区仍然封闭管理 安心包也令人心安 心理或者家庭啊 或者工作啊 有一些不好解开心理的时候呢 有一个慈善家的语言 非常好 他叫静思医生 老年人口相对多数的 厌赤镇福利中心 慈禧志工准备了生活用品 30大面粉 30大 小竹叶六香 六香烧鲤叶 是桶 24桶 从事临床护理30年的林汉英 现场指导健康操 在快速的情况下去解除 这个平凡工作的这种疲劳感 比如说通过蝴蝶拍 通过这种手脑的练习 这样简单的动作来帮助他 防疫任务尚未解除 身心都需要彼此关照 大爱新闻之下 美志工王云秀 北京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